我真的不能理解也不能明白 出来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是为了一个家 最后家没了 最近都不催收了是什么情况 我的那个平安 光大 新业 普发 交通 华夏 招商 广发 中信 所有的信用卡都逾期一年多了 总金额200多 但是我感觉最近明显他们都不催收了呀 负载人真正利好的消息来了 根据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和要求 债务合销业务已经全面向个人开放了 如果你现在欠了高额的债务 暂时没有能力偿还 那么一定要知道债务合销 这是国家给所有负载人的福利政策 紧确的来说呢 应该叫做呆账合销 就是内部管理对坏账进行了合销 但债务本身并没有免除 今天我接了一天都出生电话 真的整个都崩了 整个真的太难了 今天我身边我发烧 我身边我一百块钱我都拿不出来 凌晨三点了 我还在外面 没有了家 这就是我奔寒的第四个月 今天把美容院也处理清楚了 真的一无所有了 除了一屁股的债 就在刚刚我那个最好的闺蜜也给我拉黑了 最近这个心态有点炸 我开了个火锅店 半年多的时间 然后现在一共是亏了250多万 现在是剩下一店的设备 是物业也不给我们搬走 那现在就相当于是尽身出户 200多万 一毛钱也拿不回来 我们是22年7月签的合同 其中是各种审批 然后还有封控的原因 我们一直到12月初 才开始对外市营业 其中12月1月的话 我们是亏损30万左右 那2月份我们已经开始盈利了 3月份就想着开始赚钱 谁知道3月份那个二手房东 就以各种手段干扰我们正常经营 我们现在的那个生意也是直接被腰斩了 中间也没有什么形式在经营 直到现在我们也只能说是被迫节约 那个设备也没有拿回来 押金也没有拿回来 现在总亏损已经超过了250万 目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朋友 可以留言说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 每个月保九千的工资还不够还债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呀 复杂人的生活真的好难呀 复杂人的生活真的好难呀